主料,面粉600克,长豆角500克,五花肉400克,辅量,盐,13香,葱,酱油,鸡蛋一个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在盆中打散一个鸡蛋加入少许盐,放入面粉加入适量的水水,让分次慢慢的加入,混合好揉成面团放置在一边醒发,超市买来的五花肉馅,放在盆中加入, 放入适量的盐和13香调味料,还有酱油一起调勻腌制半个小时入味,把长豆角切成碎碎的丁倒入调好的线中,加入一点水可以使用更顺滑,趁着一个方向,用筷子搅打式的馅料上进,制作性发好的面团分成一个一个的小剂子,把面团搓成小条状后利用右手的拇指,食指和中指勾起形成的中空大小揪下即可, 用擀面杖擀成中间身后面圆薄的小圆饼,取适量的馅料放在饺子皮中间,对折饺子皮,左右手同时用拇指和食指对面,即可爆出一个饺子了,把盖蕾上打上一层薄薄的面粉,把饺子放置在上面,烧开一锅水,把饺子一次下到锅中,等到饺子扶起肚子变得鼓胀饺子就成熟了, 饺子装盘上桌,蘸着蒜汁,或者吐吃很香的腰,烹饪技巧 和饺子面团时,加入鸡蛋,喝一点点的盐饺子面更油紧,擀出的饺子皮不容易,烂饺子馅料,要加入适量的水才会更顺滑 包出来的饺子馅不会发嘎,要顺着一个方向,饺砖页那个比较容易上进 包的时候饺子馅不在煮饺子时,一定要东西烧开至翻滚石到煮饺子,这样不容易粘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